在过去的一二十天时间里,为了干掉华为,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,而后展开了一系列对华为的追杀,一个国家轻举国甚至想举西方世界之权利,对付另一个国家的民营企业,这恐怕在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事,然而事情却实实在在的在发生,并且未来美国还会进一步施加压力,华为会被击倒吗? 当全世界都在为华为捏把汗的时候,华为致员工的一封信,任正非前几天接受了中国媒体的群访,都向外界明确表明,华为已经准备了一二十年,华为将不怕任何挑战,并且认为完全可以渡过难关。 昨天,央视再次采访了任正非,就外界对华为的担忧向任正非提问,结果任正非再次明确回答,从来就没觉得华为会死亡,并表示胜利一定属于华为。 任正非说,一些高端的产品美国也没办法,因为华为完全靠自己,不靠美国。 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科技战,并且将炮火主要集中到了华为身上。 那么,最终科技战的结果,假设华为如任正非所说最终能赢,则特朗普在这场激烈较量中必输。 就像我认为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必败一样,我也同样认为这次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科技战,对华为的封锁不但必败,损失将比贸易战之败更大。 去年,我一说贸易战美国必败,就有人觉得我过于乐观了,而且还有人认为这不适合贸易战,会导致两败俱伤的观点相悖了吗? 其实之所以有人这么看,原因在于对于形势判断不清,对美国必败和两败俱伤也存在词汇误解。 贸易战会导致两败俱伤指的是什么?指的是彼此现实利益的受损。 举个不是那么恰当的例子,抗美援朝战争,中美伤亡都很大,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就是两败俱伤。 但战争中人的伤亡与胜败不是一回事,胜利一方多多少少也都是有战损的。 但这不影响评判战争的胜败,贸易战也一样。 中美贸易战给彼此带来的现实利益损害,不代表这次贸易战不会分出胜负。 那么贸易战的胜败如何评判? 简单说,美国战略目的没有达到美国就失败。 中国在美国的强压下没有做任何战略让步,并最终迫使美国攻势退却就失胜。 美国战略目的要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,放弃产业升级彻底屈服于美国。 直白说就是让中国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 那么,未来只要美国遏制中国无法取得成功,而中国实现了对美国遏制的突破,就是中国赢了贸易战。 那么,美针对华为的科技战怎么计算输赢呢? 在我看来,只要华为不倒,美国就是输了。 但美国输,不绝对代表华为赢。 怎么代表华为赢了? 华为在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下不但没有倒下,在芯片、操作系统等领域获得突破,彻底站在了世界之巅。 那就意味着华为打赢了大胜了。 任正非对华为非常自信,认为胜利必然属于华为。 对此观点,我绝对赞同。 那为什么说华为一定胜利呢? 我认为三个关键要素决定了这一点。 一,华为是一家真正牛气冲天的公司。 说起华为,很多人都知道,这家公司是做通信设备出身。 现在智能手机做得也很厉害。 然而,如果仅仅看到这两点,那就太低估华为了。 华为是当今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哪怕一家最标的公司。 它是全球互联网通信领域的全产业链公司。 华为牛到什么程度? 华为不是从现在5G才开始领先的。 而是早在2013年就成了世界第一。 2010年,华为还只能排第三位。 现在全球通信设备商主要就剩下4家了。 华为并购了阿尔卡特朗逊的诺基亚、爱立信和中兴。 华为在2018年占了28%的市场份额,绝对的老大。 而随着5G的推进,无论美国愿不愿意, 华为的通信设备全球占有率都会进一步提升。 那么在这些领域华为时候怎么上来的呢? 是踩着德国西门子、美国斯科、法国阿尔卡特、英国马可尼、日韩等国的企业上来的。 所以仅仅这一个领域,华为就是一家世界顶级的公司。 事实上,一些原来很牛的通信设备企业,已经被市场所淘汰了。 譬如摩托罗拉、阿尔斯通、西门子等。 若非美国把华为阻挡到美国市场之外, 估计斯科也够呛。 然而华为远不止这些。 2018年,华为的手机终端已经是全球出货量第二。 不久的将来出货量很可能超过三星成为全球第一。 华为与其他大多数智能手机终端厂商不同。 华为和苹果、三星一样有核心专利。 所以在智能终端上像苹果、三星是没办法卡华为的。 所以这两家企业与华为都有交叉授权。 华为除了是全球最牛的通信设备厂商, 在智能终端上已经开始和三星、苹果分庭抗礼。 这企业牛不牛。 华为在智能终端上有一系列核心专利不说, 连芯片都是自己研发的。 这一点三星基本上都没做到, 只有苹果算是做到了。 在芯片性能上, 华为的芯片性能可以与最好的芯片厂商高通相媲美。 现在,美国逼着华为在做通信芯片, 进一步提升芯片水平, 等华为把这些全部做了。 美国除了丢市场什么都做不了了。 而且,华为还在做的事是操作系统。 华为的操作系统是把手机、PC服务器、 互联网设备等用一个操作系统给连起来了。 这意味着是微软与谷歌的合体。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 华为的服务器市场占有率。 在全国已经力压联想, 排第一位了。 看看, 苹果、三星、高通、 博通、 英特尔、微软、谷歌、斯科。 这些还活着的公司, 哪一家不是牛的一塌糊涂。 可是华为要把这些全拿, 这样的一家公司。 也难怪特朗普如梗在喉, 如忙在背了。 有这样的基础, 美国能封锁得住吗? 不可能的。 这样的一家公司, 能怕美国的威胁吗? 不可能。 美国特朗普政府严重误判了。 二, 美国根本离不开中国制造。 美国高科技产业转化非常依赖中国制造。 特朗普围堵中国又发起贸易战又打科技战。 其目的就是要将产业从中国逼出来。 一部分迁往美国, 一部分迁往世界上其他国家。 如此美国就能解除后顾之忧。 然而, 现实情况是, 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做到。 真正的中高端制造业, 一旦落户中国是不可能跑路的。 这是有两点决定的。 一是中国14亿人的单一市场的巨大潜力。 在如此巨大市场潜力背景下, 谁会把工厂搬离中国? 离开意味着失去韩国三星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? 二是大量的技术人才。 这一点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。 美国虽然高端人才比中国更丰富, 但在人才技术上仍然弱于中国。 在这种情况下, 这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哪里转移? 没地方了, 中国就是成本最低的地方。 谁会走? 苹果都不会走。 在这种情况下, 美国的高科技成果要进行产业转化, 极度依赖中国制造。 没有中国制造将大大影响, 美国自己的经济收益和科技进步。 现在, 特朗普政府竟然自觉于中国, 试图通过封锁制华为于死地。 但问题是华为已经准备了15年。 在美国刺激下, 中国举国上下与华为同心同德。 在这种情况下, 一旦华为补上了在芯片操作系统的短板, 那意味着美国是自己放弃市场转化。 美国企业将因为特朗普把华为逼成, 美国公司竞争对手而陷入灾难。 三、全球不会有多少国家愿意跟着美国走。 暂不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, 仅仅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国家。 现在除了加拿大、澳大利亚还支持美国。 英国压根就没有站在美国一边, 新西兰也转向了。 五眼联盟内部都无法统一意见。 联合更多国家抵制诺大的中国更是不可能。 刚刚中欧国家匈牙利, 不就很对自己的盟友为华为5G说话。 所以未来世界上不可能有太多国家愿意跟着美国干。 因为美国这些政策全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事。 就像任正非所说, 他不用,他傻吗? 华为的5G全球领先, 既省钱又能提高服务质量。 哪家企业愿意为美国付出这样的代价? 现在华为已经和国际社会签了30多家协议。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, 华为怎么可能会被美国弄死? 美国弄不死华为, 华为技术不断突破。 特朗普科技战岂能不输。 所以不要被现在特朗普的虚张声势所迷惑。 他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。 这是最终特朗普政府必败, 不会有第二个结果。